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任何国家 无论是经济还是政策制度都要考虑的问题 那么大家知道最近我们有一位前辈 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 叫做为住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 那么这句话当然引起了很多讨论 但是我理解前辈的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 现在富人面临的是 他可能有很多权力受到侵害 而穷人主要面临的是社会保障问题 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 但实际上我觉得 其实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当权力的问题 而且其实大家都知道 本来这句话如果在别的语言中 可能就是一句废话 因为正当和权力 比如说这英文就是一个词 right这个词既有正当的意思 又有权力的意思 讲的简单一点 所谓right就是人们做什么事情 被认为是正当的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权力 那么历史上其实我觉得 无论穷人和富人的权力都有一个进步的过程 以前呢 我们往往把权力分成两种 那个柏林曾经讲过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由 这个消极的自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贬义词 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的 所谓消极的自由我觉得翻译有问题 应该说是一种拒绝的权力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如果我做什么事情 应该是由我做主的 国家不能阻碍 国家不能阻拦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拒绝 是吧 也就是所谓的消极权力 那么还有一种权力就是 我应该得到什么 是吧 那么我可以向国家要求的 是吧 那么比如说我可以要求社会保障 我可以要求福利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 在福利那里就叫做积极自由 在我看来 这就是所谓的要求群 那么这个这两种权力啊 大家知道一直有很多争议 有人 他们说这个积极自由是 是非常好的 但是 消极自由是非常好的 但是积极自由也就是 如果我们可以要求国家 做什么什么事情 是吧 那么这个东西就有很大的威胁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 反过来 后一种权力是穷人需要的 因为穷人需要社会保障 是吧 因此这种东西才是重要的 那么因此 他们就无视 这个所谓的消极自由 而且认为消极自由是可以侵犯的 其实从历史上看 我觉得 穷人也有消极自由的问题 是吧 穷人也有基本权力 是吧 侵害的问题 而且在历史上的很长一个时期 穷人这种问题 要严重于富人 而且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 消极自由 或者说我讲的拒绝的权力 实际上都是要求的权力的基础 是吧 而两个 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 都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 但是这些矛盾 都可以通过宪政条件下的群体权借的话 来加以解决 这个事情还很抽象 其实我下面具体的讲一下 其实老实说 中国在官司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在官司时代 都不是 自由放弹的之力 但是同时他们也都不是福利国家 是吧 在这个时代 中国和西方都出现过 以剥夺穷人权力为特征的 名义上说是济贫 实际上是惩罚穷人权 那种制度 在国外有的人把它叫做救济贫法 就是orderful law 是吧 那么我们 秦始皇时代就有一个法律 叫做戴而凭者 与以为收入 是吧 也就是说对盲流 对那些没有工作的人 是吧 对那些 提倡者 是吧 那么国家 不需要给他们提供什么福利 但是可以把他们抓起来 送去修长城 是吧 做福利 是吧 你穷吗 就把你累死 是吧 这就是当时那个政府采取的那个制度 是吧 那么英国 在建政以前也有这种制度 是吧 我们知道从14世纪 一直到16世纪 英国都有所谓的基贫法 就是那个扣弱 但是当时的部落 主要不是政府承担究竟的责任 而是政府可以强制收容 穷人 是吧 实际上 这就是一种反流浪乞讨法 当时人们被称之为 血腥立法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对弱势者 烂施公权 是吧 我在街上看到一个人穿着不好 我就可以上去检查他的证件 如果没有证件 我就可以把他抓起来 是吧 大家知道在孙志刚事件以前 中国一直有这种的作法 是吧 那么这是干什么的 这就是侵犯穷人的 那个消除性 是吧 这就是剥夺了穷人的拒绝权 是吧 你要收容我 我可以 不被收容吗 不行的 是吧 那么穷人在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没有 拒绝权 是吧 那么随着实在的进步 弱势者的消极权力 实际上也就是 不受侵犯的权力 得以确立 那么积极的权力 也就是他们要求 政府给他们保障的权力 只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才得以提出 而且才从无到有的发展权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对他们 没有剥夺自由的权力 但是有提供福利的责任 作为现代福利国家 标志的心机平坊 才逐渐成了通灵 在英国 这个变化发生在 1848年 1830年 是吧 我们知道 以前英国对待穷人 是可以进行强势收容的 但是穷人 是不能被向国家要求保障的 不是说那个时候没有保障 而是说这个时候的保障 其实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讲 叫做被保障 是吧 也就是说国家可以 以保障为理由把你抓起来 是吧 你是不能拒绝的 但是如果你想向国家要求什么 那是不行的 是吧 但是1834年 这个变化 这个事情就有变化了 1834年 英国的积贫法开始规定 是吧 政府不能够随意的强制收容 流浪汉和乞丐 是吧 但是 政府的积贫 可以是对社会承担的一种刚性的责任 如果你做的不好 你要相害 对吧 那么 这个1834年的这个积贫法 最先开始是对院内积贫 承担的责任 这里我要讲 英国的积贫院并不是1834年才开始发 以前就有 但是以前的积贫院 是强制性的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收容 那么1834年以后 这个积贫院变成是社会可以要求于国家的责任 也就是说 穷人如果过不下去 他可以要求政府解决他 是吧 可以要求进入积贫院 但是穷人如果不愿 他可以随时离开积贫院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孙志刚事件以后 当时 我们有些地区提出 要搞要搞那个救济制度的改革 提出了一个诉求就是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是吧 这可是我们2004年才提出的主张 但是这在英国是1834年的主张 是吧 也就是说 穷人要求救济 政府不能拒绝 这就是想来就来 但是穷人如果要离开 穷人随时可以离开 你不能强制把他扣在那里 这叫做想走就走 是吧 那么 这个时候 走投不路的穷人 都可以要求国家给败持 如果有人恶死 官员要费最优责任 大家要知道 我们国家以前从来没有这一套 是吧 大家知道三个三年东国恶死了多少 是吧 那么可以说 这个时候 弱势者就有了流浪权 如果他要流浪 国家不能把他抓起 但是权势者 当权者 就开始需要尽 救助的责任 但是当然 这个时候的权责 还不完全对应 是吧 虽然政府已经不再有权 随意去收容穷人 但是穷人一旦进入地底院 他的自由还要受到限制 是吧 你要求国家就进 国家就要限制你的自由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一旦进入地底院 你的选举权就没有了 因为你宣告 你等于是宣告你是没有财产的 而当时英国的那个选举权 大家知道是和财产挂钩的 是吧 因此你一旦进入地底院 你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你的民主权利 就没有了 因此后来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19世纪后期 是吧 英国实现了 无财产资格限制的 逐选权 在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下 是吧 一方面这个社会为自由而现成 在约束国家的权利 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在为福利和笨责 对国家的笨责成为一种刚性的 是吧 刚才前面讲到 这个国家财富应该成为国民的财富 其实要做到这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 国民可以向国家笨责 是吧 国民可以要求国家必须为老百姓办成事 是吧 那么 从1908年开始 是吧 这个 国家追逐了强制性的 这里我要讲 这个所谓强制性 不是国家对于国民的强制性 而是国民对于国家的强制性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 你这么做了 国家不会 老百姓不会感谢你 但是如果你不这么做 那你就得下财 是吧 这是一种刚性的责任 是吧 国家不会以为福利 这个老百姓不会以为享受的福利 就去感谢大救星 是吧 包括瑞典 从摇南到福利都是国家提供的 但是有一点人 从来没有错 是吧 吃水不忘 拉紧 时刻感谢 是吧 时刻感谢首相 时刻感谢国王 从来没有这种言论 是吧 那么从1908年 英国不但把政府责任 扩大到 季平院以外的整个社会 是吧 英国公民 凡是收入低到一定水平的 都有资格 领取洋道金 而且规定 是吧 要严格保护 这个结束级经济者的 政治经济权力 任何人都不得 因领取洋道金 而被剥夺选举权 和现场规定的 其他基本能力 是吧 包括 季平院中的 自由 也不受 侵犯 这个时候的英国 还不是今天所讲的福利国家 但是 已经有了 建立福利国家的 基础 是吧 但是这种 这个 救濟平法 是吧 带来的这种现象 在中国一直都存在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中国的 以前的朝廷啊 是吧 从亲手忙开始 是吧 就是可以强制收容 穷人的 但是 他有没有救起穷人的责任呢 没有的 是吧 我们现在 经常还被 说的重点 商鞅变法 我这里我要讲 商鞅就是人类历史上 罕见的一个 对 现在福利制度 是吧 持 绝对否定 态度的一个人 是吧 他明确讲 是吧 凭弱者 非刺其多也 救濟他们 就是国力 简合 以制度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 穷人不是懒犯 就是罪鬼 救濟他们 是不应该的 是吧 这句话 老实说 现在的西方政府 没有人敢 这样讲 但是 商鞅反对福利国家 那么他是不是就主张 自由放任了 恰恰相反 是吧 商鞅 既反对自由 也反对福利 是吧 既反对福利 也反对自由 是吧 我前面 讲说 是吧 商鞅的主张是 政府不必去 救濟穷人 但是政府可以把穷人 抓起来去劳赶 是吧 或者说去劳交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可以把穷人 强制收容了以后 强迫他们去 商品去塞杀出去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 做法 是吧 其实 我们 以前是可以容忍的 但是现在已经 逐渐逐渐不能容忍了 应该说 这是我们国家 近年来取得的 最大的进步 从孙治刚事件以后 收容恶法被废除 是吧 但是到最近 我们又看到了 有一些救助战 是吧 有把被救助者当 那个奴工 进行贩壞的 这种现象 是吧 那么这些现象都表明 我国在穷人的 消极权力方面 一方面取得了 重要的进展 但是仍然是 任重和盗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 穷人的权力 富人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历史上 专制时代的富人 这里我要讲 所谓历史上的专制时代 我这里是不分中西的 因为到我看来 文化的差异 远远没有制度的差异 更重要 是吧 其实在专制时代下 不管是中西 都有我刚才讲的这种现象 是吧 不是说所谓西方 就天然有福利国家 或者天然有自由制度 是吧 那么历史上 在三次时代 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 对富人 都有两种变平的态度 是吧 一种是 富人如果是和权力大上关系的 是吧 那么这种权权结合的富人 就会 我们通常讲的叫做红顶商人 是吧 这种红顶商人 往往是 跋扈嚣张 不可一致 是吧 但是另外一种 那就是假如你是 无权无事的 平民富污 那么你就往往会成为 权力刀组下的鱼肉 那么这两种倾向 看起来好像是截然相反的 说讲的简单一些 就是这个社会 有些富人 可以跋扈嚣张 不可一致 但是另外一些富人 又经常会受到 莫名其妙的 说夺 是吧 这两种态度 看起来好像相反 但是体词 它是相成的 而且做这种事的人 往往是同一种人 是吧 大家知道 情是实行异常制度 但是情的很多高官 情的很多权贵 往往就出生于富人 是吧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那个秦索华的养父吕不为就是一个点 是吧 汉武帝也是要搞义伤的 但是汉武帝 负责搞 惩治伤人的那些官员 是吧 像桑红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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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桑顶 他本来就是 是吧 是可敌国 是吧 他们本人就是 通过钱来买钱 然后用权来抢钱 然后用权来抢钱的 是吧 这些权倾一直在红顶商人 是吧 像桑红阳 像红顶这样的人 一开始是私商 然后掌握了权力以后 就开始扩张国有企业 是吧 这里我要讲 那个时候的国有企业 是吧 当然 不是国民所有企业 是吧 而且在专制制度下 这种异商 这种对民间富人的打压 往往是打得纪贫的旗号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 是吧 所谓纪贫 只是民意 实际上实行的是逞批 是吧 这实际上 这种对富人的态度 是与所谓的旧纪贫乏 相表理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 是吧 中央 它是反对处理国家的 但是它同时 是主张高税负的 是吧 它的一句名言叫做 民富则意 要重租税以困入之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在这种背景 正如刚才秦阳先生讲的 是吧 要求国家加税 非常容易 因为统治者 很愿意 是吧 但是要求国家减税 很困难 是吧 不过与此相反 这是另一种现象 向国家奋责 也很困难 是吧 但是为国家推卸责任 也很容易 是吧 是吧 这是两种 都经常讲的现象 我们都经常 动大的现象 是吧 那么 随着时代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 这两种现象 都要被淘汰 是吧 一方面 我们不能容许 红顶商人 交付 把户 不可一世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允许 无权无私的富人 成为 权力 刀 赌上的鱼肉 是吧 那么 这两个问题的解决 就需要解决 权力和金钱之间 树立一刀屏障 这个屏障 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群体权劲 是吧 也就是说 公共领域 和私人领域 要分开 公共领域要实行 民主原则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很多人说 民主和自由是有矛盾的 其实这个矛盾 只有在群体不分的情况下 才会成长 如果群体权劲 得到遵守 民主和福利 民主和自由 其实是各得其所 不会产生冲突的 是吧 只要在公共领域 真正实行民主原则 这就是我前面 那两位提论中 他们讲的 国家的财富 真正的归活命所有 而不是归政府所有 是吧 那么公权就不能实用 权势就不可能带来财富 是吧 红顶商人的灾难 我们就可以避免 那么另外一方面 给予要自由 也就是个人领域 那就是应该尊重个人的 自主权 是吧 公权不能侵入私欲 国家权力受到私欲 因此权力也不能剥夺财富 到了权力既不能带来财富 也不能剥夺财富的时候 那么公平自负的人们 就可以在 依法履行社会义务的 条件下 享有兴奋的财产保障 和精明自由 但是当然 他们不可能有任何 政治法律的特点 他们进取精神 得到社会的尊重 他们超义务的奉献 这里我要讲 所谓超义务的奉献 就是慈善 是吧 这是不能要求的 是吧 能够要求的是税收 是吧 那么 纳税以后 他们还可以搞慈善 那么这个慈善 不是他们的义务 是吧 但是他们做了 这个社会就要感谢人 这里我要讲 国家为老百姓办事 老百姓是不需要感谢 是吧 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 如果你为自己办事 这是国家 如果你为自己办事 那么老实说 这就是强盗 是吧 用强制权力来为自己办事 这叫强盗 这不叫政府 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 是吧 那么政府为老百姓办事 老百姓是不需要感谢的 但是 如果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 老百姓是应该感谢的 是吧 那么 这些人如果 超义务 的奉献 那么社会应该战场 我刚才讲的义务的轻重 实际上也就是税收的高低 这体现着群体全界的弹性 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群体全界 群大一点 还是体大一点 这是可以讨论的 而且这也是一种 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 但是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无论群体全界怎么化 是吧 无论群大一点 还是体大一点 都必须遵守 群域要民主的规则 因此 瑞典政府真的税也很重 但是这并不是黄粮活税 是吧 这个税 是国民可以向政府问责的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是吧 这样的社会 是吧 福利国家 权再大 也不可能滥用权力 自由放任 是吧 这个税再少 国家也不可能推卸 它的基本责任 这样的社会 既不会重复 也不会欺贫 这样的社会 就应当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